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沙之国度拉古萨》中 玩家扮演魔法师 在有限的时间内 帮助女王找回散落在各地的符文 拯救逐渐崩坏的沙之国度 这款游戏结合了卡牌选择与图样建立两大机制 玩家在自己的图板上排列板块 转化为各种魔法建筑并得到分数 快来展开冒险 创造属于自己的奇幻国度吧 游戏设置 将54张建筑卡依照阶级1到3 面朝下洗云并分堆放置 从每种阶级的建筑卡各翻出4张 形成建筑卡供应区 将28片符文板块随机排列 环绕建筑卡供应区 形成符文圈 然后把女王指示物随机放于两片板块间 将84枚符文碎片放置于一旁 形成碎片供应堆 接着按照以下表格 拿取对应数量的元素精灵 放置一旁形成元片供应区 每位玩家随机拿取一张玩家图板 若是第一次游玩 建议使用基础图板 之后游玩可以使用进阶图板增加游戏变化 接着每位玩家从符文圈的起点 拿取三片符文板块 放置在自己面前 形成启动区 每位玩家再拿取一个升级指示物 放置在升级轨中0的位置 若是使用进阶图板 每位玩家要再拿取一个宝石指示物 翻至无色纳面 放置在怀表上方 最后由年纪最小的玩家为骑士玩家 拿取骑士玩家指示物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咯 游戏目标 游戏中 玩家拿取被唤醒的符文板块 在自己的图板上放置碎片 使符文排列符合建筑卡上的图形 完成的建筑卡可以获得元素精灵 并累积新支点数 当有玩家累积的沙漏 达到10点或以上 游戏结束 获得最多新支点数的玩家获胜 游戏流程 由7时玩家开始 以照顺时中方向进行游戏 轮到你的回合时 必须从以下两种主要行动中选择一种 1.放置符文碎片 或是 2.召唤元素精灵 以下为行动介绍 行动1.放置符文碎片 此动作包含三个步骤 必须依序执行 A.从自己的启动区选择一片符文板块 放置于图板上亮面的格子中 B.放置完毕后 先将该板块拿起 暂时放在一旁 接着从供应堆拿取对应数量与颜色的碎片 依照刚才放置的地方填入碎片 板块放置时需遵守以下规则 放置符文板块时 每一格都必须摆在亮面的格子中 可以是任意迎面或任意角度 1.可以重叠放在 已经存在碎片或圆片的格子上 若是这样做 则将底下原本的碎片或圆片移除 移除的碎片放回供应堆 移除的圆片则放回自己面前 C.将刚才放在一旁使用过的板块 放置在符文圈最尾端 也就是女王的后面一格 然后从女王前面的两片板块中 选择一片放置在自己的启动区 这样此行动就完成了 行动2.召唤元素精灵 游戏中可能会获得元素精灵圆片 圆片效果等同碎片 如以下图示 蓝色与黄色的圆片 必须经由完成阶级2或3的建筑卡 才有机会获得 你可以将自己面前的圆片放置在图板上 或是移动已经在图板上的圆片 你总共可以放置与移动1至3枚圆片 放置时一样要放在亮面的格子中 亦可以放置在已经存在碎片或圆片的格子上 并如同先前所说的规则 移除碎片或圆片 而在玩家执行以上两种主要行动之前或之后 可以选择是否执行以下额外行动 并且无次数限制 额外行动1.完成建筑卡 玩家必须使图板中的碎片或圆片 排列出符合建筑卡上的图形 亦可以是近设图形如以下范例 排列完成后可以获得该建筑卡 花费的碎片放回供应堆中 花费的圆片则收回并保留在自己面前 之后可以继续使用 要注意的是 当有玩家完成建筑卡时 该空格并不会马上补充 而是该玩家回合结束时才会补充 若有某阶级的建筑卡排库耗尽 则该阶级将补再补充 建筑卡上标示有元素精灵奖励 获得此卡时 从供应堆拿取对应的圆片到自己面前 升级符号 获得此图案时 将图板上升级轨的指示物 享用推进1格 之后在放置碎片或圆片时 升级轨没有1格 玩家即可使用1格的阴影区 如以下图示 额外行动2 使用特殊能力 若玩家使用进阶图板 玩家可以使用已经充能的宝石指示物 来启动特殊能力 启动能力时 将宝石指示物翻至无色的那面 并立即使用图板上的特殊功能一次 充能方式 在游戏中完成建筑卡的行动时 移除碎片或圆片后 若是露出宝石图案的格子 立即将宝石充能 也就是翻回有颜色那面 若执行充能时 已经是有颜色的那面朝上 则无视发生 而宝石被充能的单回合 不可以立即使用此特殊能力 特殊能力的效果将在进阶规则说明 进阶规则 以下为额外行动2中的特殊能力介绍 仅在使用进阶图板时会使用到 红色宝石 从任意阶级的建筑卡排库顶抽3张 选择1张 面朝下保留在自己面前 剩余的2张 依照任意顺序 放回排库最底下 之后在完成建筑卡时 可以选择完成面前保留的建筑卡 使用此能力保留的建筑卡 没有张数限制 而未完成的建筑卡在游戏结束时 将气质并无法得到分数 紫色宝石 在游戏设置时 你额外从供应堆拿取一片 黄色或蓝色的圆片 游戏中仅可使用该圆片一次 而在召唤元素精灵时 不同于一般规则的1到3片 你可以放置与移动任意数量的圆片 黄色宝石 将你面前的一枚圆片 与供应堆的任意一枚圆片交换 绿色宝石 将你图板上的一枚碎片 移动至任意空格中 橘色宝石 将你升级轨上的指示物 向右推进一格 蓝色宝石 将你的启动序中的 1或2片符文板块 与符文圈中的任意板块交换 游戏结束 当有任意一位玩家在他的回合中 建筑卡上的沙漏点数总和 达到10点或以上时 该轮为最后一轮 确保每位玩家都执行相同的回合数后 该轮结束 玩家各自计算面前的薪知点数 点数最高的玩家获胜 若有玩家平手 拥有较多碎片与圆片的玩家获胜 若仍然平手 由顺位较后面的玩家获胜 恭喜你会玩沙之果度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伯根地官方来 快搜寻LINE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